果然,这部剧又爆了,它就是由杨子与景博然合作主演的女心理师,该剧播出第一天连更六集,迅速成为播出平台和网剧播放热度榜的冠军,作为女主的杨子相当激动,特意在播出前发了一篇800多次的小作文,聊到拍这部剧的感受。 不难看出,杨子很感谢女心理师,让她得到成长和结交下很多朋友,字里行间都透露着她的真情实感,让人感同身受。 其实,很能理解杨子在面对这部剧时的真诚态度,要知道,她2019年凭借着亲爱的热爱人气,又上升到一个高度后,明明可以继续紧锣密鼓拍戏,达到一个更高的成就,可现实声却败给猪队友的骚操作。 拍完《亲爱的热爱的》,杨子季节既接到女心理师剧本,也赶到青三行开始拍戏,后者拍了八月左右终于杀青,如果按照正常上线时间,青三行早就播出了,先不说该剧的质量究竟怎么样,单论它至少也会让杨子在圈里的地位更上一层楼。 父母年轻时,一个唱过歌,另一个学过表演,拍过戏,虽说到最后,并没有真正往艺术方向发展,但杨子却受到这微小艺术氛围的熏陶,全家看杨子有表演天赋。 奶奶把附近的叔叔阿姨全都叫过来,围成一个圈,让他站上去表演,他不害羞,想到什么就演什么,整个一天身为演戏而生的人。 彼时又正值青春期,杨子身上长痘,身体变胖,早已不是剧中乖乖女的形象。 这段时间,杨子不仅没有为粉丝带来新作品,还备受外界嘲讽。 辛苦是辛苦,但这些困难,慢慢成为杨子扩宽细路的脚下砖。 可见,两年的空窗期并没有让杨子有丝毫退步,他还是大家心目中的演技拍。 呼吸好的没话说,一路走来,杨子何尝不像贺顿一样,前妻一直生活在偏见和不公里,独自舔视着伤口,时常落寞。